还是进来了 宁钦打第一棒 看一下伊斯大会选择谁 会不会 使用到 风华对宁钦 然后阿妮对 因为因为因为 就算你前面拿了四分 但是最终胜利的还是取决于你的第二轮 第二棒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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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那这样的话 风华流车下一手 再选一手雾山 其实可以把分给拉回来的 你说雾山的话 百分百能拉回来 雾山或者月光都可以 雾山月光 其他两条技甲 说得比较跟原机比 也是稍微差的一点 差的还比较多 雾山差的会比较多 雾山猴子跟序列 跟原机都没法比的 这一把是伊斯大那边 打了一手赛特战术 然后为了确保 然后为了确保 比分差距会比较小 然后确保 应该是要打一个3比3了 应该是要打一个3比3了 对的 不拿机甲的一方是打的战术 那这把是伊斯大打的战术 要确保打一个3比3的比分 求稳 不可能这张图 零星重现扯击1分18秒38 手感回来了呀 手感回来了呀 尼青再搬一尼青领先了一分 现在变成了2比1 尼青领先风华一分 哎不对 我刚刚说的不是3比3 是是应该要打一个2比2 那留了一手原机 我下一把不是 下一把不是那个 再把风华选 不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图来的 乌山风营就是月光 北海 北海也可以 北海也是原机图 尼青已经没有原机了 直至上渔场 北海要不要选 选序列钢一波 有可能 但是 但是风华现在手里多一个机甲 你不管尼青选哪个机甲钢 就算是机甲赢了 那个风华还是多一辆机甲的 因为他上马是选择了一个赛车战术 这一把的话是 尼青开了一把双升 目前比分是这把要2比2打平了 前期双升跟机甲对抗是一点机会都占不到的 一点优势都占不到的 前期对抗之后风华的机甲也是顺利杀出 然后尼青开着双升做一个后追 这把几乎可以是肯定风华能拿下这一分了 因为是战术选择 百分百能拿下这一分了 这把就看一下两位选手的个人操作秀 小飘迁移落地流落地喷接ECU 流喷的一个CW喷 然后一直小飘迁延续 前面风华也是选择了一个极限蹭喷 宁青这边蹭喷 但是双升的速度不够蹭不出来 没办法 连续来到了第二圈 52的52秒小的单圈对吧 那这把风华 风华如果没有失误的话 应该最后充现的成绩在41小40大左右 其实宁青双升后追已经是比较快了 但是他表达是个极限速度 你像这里列车延续这里 虚流未来 A1这些是342的一个时速 双升延续不慢 他慢的是在动力和小喷提速方面 双升的直线不慢 那他也没有342那么高啊 对没有那么快 有330多 在 reality luc兒 对吗 都给我休息 对 there 我在那里 Who 瞬间 准行 明vari 显 准备 如果 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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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温九跟选手说一下 我这边解除视角掉了 好 我来说一下 先拿到四分就要换人了 先拿到四分就要换人了 不管是宁静拿到四分还是风华拿到四分 都要换人了 这边选手选择是亚兹兰蒂斯 让选手稍微等待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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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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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进入房间 那我先关着阿尼再下去 你进房了吗 我这边就为了 阿尼班图空港 阿尼直接上空港 搬空港